哔哩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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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心差埃 放空话很多 我不想长大 还是这样过 偶尔犯错房间 很乱又如何 爸爸妈妈吃醋 你们别骂我 不想上学 功课那么多 讨厌数学 答案总算错 世界末日 什么时候 谁可以告诉我 哔哩啪啦 哔哩啪啦 睡觉学不报 哔哩啪啦 哔哩啪啦 考试考不好 哔哩啪啦 哔哩啪啦 什么时候会长高 长大好多烦恼 哔哩啪啦 哔哩啪啦 开心笑一笑 哔哩啪啦 哔哩啪啦 明天会更好 哔哩啪啦 哔 大爱要考自己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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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怎么办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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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 小丸子 小丸子 你在哪里啊 小丸子 小丸子 我问你 明天家长观摩日 你怎么没有跟妈妈说呢 你怎么知道 刚刚我在超市遇到小丸子的妈妈 她跟我讲的 老实说 妈不用来也没关系啊 你这不是什么 妈 因为我下宿很差嘛 你有成绩比较好的科目吗 既然知道自己成绩差 不就是应该要好好的威习功课吗 你喜欢威习功课 不 妈 你不要吃 动脑都好啊 小丸子 我不是说过好几次了 旧的饼干要先吃完才可以开心的吗 嗯 被你家长观摩日 开一包新饼干 根本就吃芝麻绿肉蛋 小都是吗 小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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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哈哈哈哈 爸 你又说 哈哈哈哈 哎呀 爸 抱你干嘛 哈哈哈哈 哎呀 哦 小丸子 你干嘛 爸 有一件重要的事 哎呀 快说快说 爸 你快跟妈说 不要去参加加上观摩日 哎呀 你又做了什么亏心事啊 天真可爱的小丸子 怎么会做亏心事呢 我是为了妈好啊 哦 说来听听看啊 你想想看哦 妈为了要去参加加上观摩日 她会做什么 她是不是会去弄头发 对啊 妈弄完头发 是不是会去买化妆品 对啊 弄了头发 又买化妆品 接下来 是什么呢 是什么 哎呀 啊 是买名牌包了吧 啊啊 太可怕了 啊 买了名牌包 这三个月 我们家的生活费 就没了 有道理 太可怕了吧 嗯 噓噓噓噓噓 我都听到了哦 妈妈才不会这样呢 哎呀 就算妈不会这样 她可能会因为去家散光摩日 心情不好 心情恶劣 因为我表现不好嘛 到时候 妈心情不好 回家做的饭 也不好吃 我们家 饿肚子怎么办呢 这倒是有可能发生 嗯 啊 明知道我表现不好 就不应该在这边 别一直给我废话 还不给我赶快去温习功课 嗯 嗯 又是温习功课 我小丸子 才不会做这种事呢 如果没有在班上上课 跟同学一起温习 这样 不是很不公平吗 啊 啊 与其说这些歪理 不如现在就去 走 哎呀 姐 哎呦 哎呦 甩小丸子 就少出怪招 好好闻起功课吧 嗯 嗯 嗯 妈妈 嗯 我跟小丸子的家长观摩日 是同一天呢 啊 那怎么办啊 姐 妈就让给你好啊 我的观摩日 咱爷去就好了 嗯 哎 小丸子 你真的是太棒了 从明天开始 我就是班长的爷爷了 这是我们印刀家 至高无上的荣耀啊 耶 哈哈哈哈 哎 不准你再去麻烦爷爷 总之 就由我去吧 啊 你还是要去哦 嗯 小丸子 嗯 你还是给我乖乖回房间念书吧 免得出糗 嗯 哎呦 哎呦 小丸 嗯 我妈说 她一定会来 你妈呢 我妈妈会来啊 嗯 你们的妈妈 都会来吗 嗯 是啊 哦 我有点烦恼呢 我妈妈在法国 可能赶不回来了吧 法国 法国 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啊 嗯 法国不是重点吧 但是秀大叔会过来 我的家人都不会来 我好寂寞哦 那多好啊 都没有人看你出糗 啊 小丸子 嗯 你刚才是在笑我吗 嗯 我成绩也不好啊 我多希望我妈不要来看我出糗 小丸子 你可以先把功课都预习好啊 小玉 你越来越像我妈咧 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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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这样 我的孩子啊 她说今天会好好地表现给我看 我家那个也是啊 为了今天 昨天晚上温习功课 她很晚都不肯睡呢 嗯 哎 接下来这题 请会作答的小朋友踊跃举手 哇 小丸子同学 嗯 啊 这种问题 以后我的人生不需要面对 所以我也不需要会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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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听说已经有很多妈妈 都已经到学生来了也不 真的假的 现在啊 对啊 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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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点 吃不下 哦 那把你吃好了 还有哪位同学是 假打日吃不下午餐的 偷偷教给我 哎 嗯 你脑子里装的 都是食物啊 嗯 嗯 小丸子妈妈 秀大双您好 您好您好 今天花轮的妈妈没有办法来吗 夫人在法国来不及赶回来呢 法国啊 那可是个很美丽的地方吧 由此可以理解 妈妈跟小丸子确实是母女 小丸子确实是母女 你妈又来了吗 对啊 你妈又来了 是啊 你妈又来了 是啊 各位家长们 同学们 今天是家长观摩日 所以各位同学们 请好好地表现 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看哦 没问题 再好可以轻收一下了 这堂课是数学课 请把数学课本拿出来 妈的眼神怎么那么凶啊 等一下老师会出几道题目 哈 并可不得到了 请同学们来上来做答 到时候会的同学 请踊跃作答 老师现在 要出第一道题目了 课本作业拿出来 把明天观摩日 老师会问你的问题 再复习一遍 明天的第五节明明就是数学课 我跟数学没有缘分嘛 少废话 把数学课本拿出来 我说小丸子啊 你既然担心出球 不就应该好好地温习功课 这样明天才能回答老师的问题 不是吗 小丸子啊 你这样就等着明天 在全班跟所有家长面前 证明你是个笨蛋吧 爸 爸 妈 姐 你们不要瞧不起人 我现在就要回岐功课 明天 我一定要让所有的人 看到妈都瞅瞎地说 原来 你就是天才小丸子的妈 太过分了 只要瞧不起人 我一定要让大家都吓一跳 什么家杂瓜魔语 我要跟你拼 会做大的同学们 请举手 今天玩的是笔大手 真的要这样吗 事到如今只放水泊 拜托千万不要选择我 拜托千万不要选择我 大爷同学 不甘了 大爷同学拿得非常好 那接下来老师要出第二道题目咯 就这样大胆的一直举手 如果没被叫到 就装出一副很可惜的样子 你竟然还有胆子举手 你几乎相信我了不是吗 你一定在庆幸老师他没有叫到你吧 难道吗 你希望我被老师叫到吗 吵死了 不想念书的话就给我安静一点 小丸子 小丸子 都已经一个小时了 你到底有没有温习功课啊 你们还不懂吗 不懂什么 我决定采用假装的方式度过明天 什么假装的方式啊 就是假装有温习功课啊 然后再跟大家一起举手 我曾经那么乱 老师是不会学我的了 这样麻有面子 我也不用温习功课了 这个题目就更加困难了 会作答的同学们 请踊跃举手 小丸子 我警告你 明天如果出糗的话 回来看我怎么好好的处罚你 我刚刚又想到一个大学招 万一我明天被老师点到的话 那我就搞笑 我就搞笑 如果不搞笑的话 家长官某日这种活动 也是很欢乐的 这样不说好吗 好笑 搞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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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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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器同学 飞机 兵器同学 好像不是很了解约分的意思哦 我当然知道啊 约分就是大约半分 大约半分 大约半分 大约半分简称就是约分 大约半分 大约半分 兵器同学 请先回座 大约半分 大约半分 我的计划没错 就要像冰淇淋 所有的一切都化为小酸母 这是最后一道题目了 想要表现给家长看的同学们 请好好把握 会作打的同学 请举手 就是向安全过关吧 小丸子同学 怎么不停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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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她一定不会 好吧 那就搞笑吧 大约半分 大约半分 小丸子妈妈 你要走了吗 她就是小丸子妈 上等你 我好像太晚到了 小丸子妈妈 你脸怎么那么红啊 我帮你拍张照 不要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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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玉 我的小玉实在是太可爱了 爸爸 小丸子 我帮你拍一张 这位家长 请不要妨碍我们上课好吗 老师 不好意思 我不会打扰您的 我要用这台相机好好地记录 我女儿小玉的每一分成长时刻 小丸子 你们两个亲一点 让一下 一二三 对对对 太好了 小玉 你不要拿个门挡住你的脸 我不要拍了 来来来来 一二三 最后 老师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这是我们班的小丸子同学的绘画作品 入选了三年级绘画比赛的决赛 请大家为她掌声鼓励 请大家为她掌声鼓励 心情恶励 做的饭 真难吃啊 做的饭 真难吃啊 依然不断地在播放着 Bru and better Hey 一起去哪里吧 哪个目的地随心说 与宙者 Hey 深呼吸一下吧 来轻松一点 想做成决筹 只为了与自己相遇 来走进进一步 Let's go 在梦中 在梦里 你都是在欢笑着 我们的那样的 不是独自的一个人 Hey 跟我一起去吧 哪个目的地 就算不知在哪 Hey 是没有见过吧 就像这世界 堂堂的出发 雖然还是没有一些 特别要去实现的事 只要是现在明白了 就全力集中的 Let's go 我们走下来 多小时 那是警方 这是意识的 我们走下来 再就走下来